看影片《孙悟空三打白骨鸡》即将于明年2月8日上映 不过对于巩俐接演白骨鸡这个角色 还是多少让人觉得节受无能 因为在片中 他不仅要和冯绍峰饰演的唐僧有诸多感情纠葛 就连功成名就的50岁还得接演武戏 巩俐自己也深知这是个了不起的挑战 还没碰见这么厉害的一个对手 不可能完成了任务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或许就是巩俐的个性 我出过巩俐来扮演出女生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它演出不一样 一定会有一个惊喜 我不会把它演出一个非常平庸的 大家想象中的白骨鸡 巩俐此言一出 小编也是替郭富城和冯绍峰捏把汗 虽然片名是孙悟空三打白骨鸡 指不定观后感是白骨鸡三打孙悟空了呢